儘管為慶祝建黨百年 北京以風聲鶴唳 但令中共添堵的事件似乎層出不窮 網友拍攝的視頻顯示 距離七一僅兩天之際 6月28日 一名男子來到中共外交部門口放火 先是在門口右側放火 在保安拿滅火器滅火時 又來到門口左側放火 並不小心將自己的褲子引燃 在火被撲滅後 這名男子被兩名保安駕離現場 口中一直大聲高喊 但視頻裡聽不清內容 目前官方對此事仍默不作聲